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每次健身都至关重要 这个建议太笼统了啦 对于任何设计拉伸的运动来说 基本拉伸非常有用 但除此之外 拉伸并没有那么重要 你的身体是一个设计精妙的系统 即使不做太多的准备 这个系统也能自动地适应锻炼的进行 第一个健身动作就能立刻使你的肌肉变热了 只是不要在没有做拉伸的情况下 就去进行像举重 芭蕾舞 瑜伽或古术这样的运动哦 如果关于拉伸的第一个谬论 至少还有些道理的话 那么这一条就大错特错了 即使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受过健身训练的人来说 任何肌肉都可以被拉伸到比原来大一半以上的大小 但这并不会改变肌肉的外观 因为你的基因早已决定了你的体格 你身体中的每块肌肉都会保持原先的长度 这是因为肌肉透过肌腱与组合紧密相连的 所以无论你怎样拉伸肌肉 它们的位置都不会产生变化 三 拉伸可以使肌腱变得更加灵活 想要灵活更多的是指你的肌肉而不是肌腱 实际上拉伸会使一块肌肉收缩 同时使另一块肌肉放松 它们总是在不同的肌肉群系统中运作的 要想变得更加灵活的话 你需要做的就是对这些肌肉群进行整体训练 韧带是唯一需要拉伸的 那是一根连接骨骼的肠纤维状组织 因为这个组织略有弹性 所以如果你的肌肉足够强健 强健到可以避免任何可能性创伤的话 那么你可以拉伸韧带 四 跑步是最好的减肥方法 跑步被认为是有氧运动 跑步旨在增强你的持久力和耐力 这项运动还能让你的心脏更加健康 并改善你的整体状态 所以跑步对你来说是像很棒的运动 但不要期待只靠跑步就可以减轻体重哦 首先和所有的有氧运动一样 跑步需要合理的时间规划 为了减肥而过度跑步 会让人精疲力尽 甚至会很危险 跑步应该要与健身房中的 其他日常健身项目相结合进行 在减肥的基础上增肥 会比只是减肥的效果要好 五 跑步永远比走路的效果好 由于跑步看上去更加剧烈 这项运动可能更有利于减轻体重 但请认真了解一下 北欧式健走吧 北欧式健走非常适合有氧运动 这项运动消耗的卡路里 比跑步更多 这是由于人体90%的肌肉 都参与进了这项运动中 其参与程度还远高于 跑步或骑自行车呢 六 清晨健身是最好的健身 尽管对这种说法的争议很大 但事实上为了使效果最大化 无论一天中的什么时间 你应该在最有精力和动力的时候健身 早晨对一些人来说 已经非常忙碌且压力巨大了 如果要再挤出时间进行健身的话 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太可行 并且对年长一些的人来说 他们醒来后的血压会自然升高 这使得在清晨锻炼的风险变得更高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 在早上健身会让他们感到神清气爽 和有成就感 你最喜欢的健身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在留言区告诉我吧 七 健身会使你体型变状 有些人会担心增加肌肉重量 因为他们认为那样会让自己看起来很臃肿 这种误解源自于在每个健身房 都能见到的健美运动员们 但请记住 那些健美运动员是故意塑造成这种体型的 健硕的肌肉正是他们想要拥有的 他们的训练和饮食远远超出了你为了让身材苗条而做的常规锻炼 八 没有疼痛就没有收获 这种说法也被称为让你精疲力尽的健身是最好的健身 肌肉中的微观创伤让我们感到疼痛 当你感到疼痛时便表明你的肌肉在恢复后会变得更加强壮 但这个谬论会被人误解的原因是你始终需要先进行恢复财情 仅仅是在恢复之后你才可以继续训练 而不会令自己受伤 接下来的训练对肌肉越严苛 恢复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就像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一样 训练也需要健康的平衡 九 锻炼越努力 效果就越好 不仅锻炼有助于你塑形 你的饮食更为重要 我们的身体会首先消耗掉所有可获取的卡路里 而在这之后才会开始燃烧脂肪 这意味着你每次摄取的卡路里都应该被及时消耗掉 明智的进食和规律定期锻炼会比吃掉所有喜欢的食物之后 然后再疯狂地锻炼以消耗掉它们有效得多哦 十 取得重量越重 增加的肌肉就越多 在现实情况中你不需要提取那些几乎无法打起来的东西 因为在实际上这样做必大于力 这里的关键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重复 将你的锻炼分几次进行 每次做适度次数地重复就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不用筋疲力劲 没有肌肉酸痛便可以收获到更好的效果了 十一 卷腹是减少腹部脂肪的最佳方法 事实是 你无法得知健身会让自己减掉哪些脂肪 这根本不可能 当然 如果在训练过程中做卷腹 你会减轻一些体重 也会增强你核心肌群的强度 但你不能仅局限于做卷腹 在你做卷腹时 只有一部分肌肉是处于活动状态的 当一个人所活动的肌肉越多 消耗的卡路里也就越多 即便你除了拥有六块腹肌之外别无所求 卷腹也只应该是你常规锻炼的一部分而已 十二 开始训练前 要先使用营养补给品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 营养补给品可以起到很大帮助 但它们并不是必须要买的必须品 我曾经听很多人讲过 它们之所以还没有准备好去健身 是因为自己还没有买到所需的营养补给品 现实中 这些营养物只是人体在高强度训练中 流失的大量物质的额外补给 另外 营养补给品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最好还是向健身教练做咨询 因为只有有经验的人士 才能选择可以为你带来理想效果的合适的补给品 十三 少量多餐有助于减肥 减肥与你吃东西的频率和吃多少无关 却与你吃什么有关 因为并非所有卡路里的成分都相同 对于一些食物 我们的身体更容易消化 并可以即刻消耗掉其中的卡路里 其他种类的营养根本不会被消耗掉 反而是会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 所以 这个谬论只有在我们谈论的是 把苹果或黄瓜作为零食时才能成立 另外 还要记住 消耗所获取的20%以上的卡路里并不有效 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其余的能量来支撑我们的训练 十四 始终记录自己所吃的东西 我知道 这与上一点有些矛盾 但请听我讲下去哦 当你让自己处于一种持续的健康 但不太有味道的食物 并记录下所吃的每一种卡路里的时候 这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 别对自己太严苛了 因为压力不会对你的健身起到任何帮助 压力还会破坏掉消耗卡路里的关键 新陈代谢 并严重减缓你的健身进度 如果按时进行锻炼的话 时不时奖励自己一顿最爱的大餐也是可以的哦 十五 如果暂停训练两周 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这里并不是想让你感到沮丧 但破坏掉消耗高卡路里 少摄入食物的这种习惯 往往只需要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够了 另外你还会开始感觉到自己能量不足 而且比平常更想吃东西 对我们来说储备营养是很自然的 我们的身体会竭尽所能 让我们获取更多的营养 所以如果不持续锻炼的话 这些能量都会被储存下来并形成脂肪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里有一些其他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点击它们 然后尽情享受吧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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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